我們這個溫濕度感測器啊 它叫DHD11 那目前它能夠測到的數值 它可以測溫度跟濕度 但是它的精準度只達到整數 所以如果37 跟36 跟38 有沒有 它就只能到這邊 所以您剛剛有看到其實我們在那個 這裡 就是這個叫做 雲暖板 你看它的這個溫濕度 環境增測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多了一個SHT3 因為這個精準度可以到小數點 好像是兩位數這樣子 所以如果老是要比較精準 就看到比較精準 你可能就要換這一本 這個就比我們現在買這個貴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呢 它如果您是標準版本 它是四根腳 可是第三根沒作用 第三根沒作用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是 左手邊這個 它就只剩下三隻 那你一定覺得其實為什麼它不剪掉 對不對 因為它們大量製造 所以剪掉也麻煩 少一個工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是像我們現在買的這個 老實講這個原件應該是我目前用過 最容易弄壞掉的 最容易弄壞掉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只要一插顛倒 剛好正負極相反 所以你看到 有沒有這種 塑膠巧克力 就是正負極顛倒一個奇化點 所以馬上就覺得 嗯 今天比較暖豪一點 而且還慢慢的有點味道出來 那通常到這個程度 你看 我有兩個程度的版本 有沒有看到 這種一定是不急的 好不好 這種好像還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幫大家換成這個版本 因為這樣比較耐用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它的腳很細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插到面包板上 通常很快就只能斷掉 那你要再用就比較麻煩 雖然不是很貴 但是總是耗材 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老師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版本 它上面其實已經有 有沒有 電路板上 一個叫VCC 一個叫DATA 第三個是GND 這樣有看到 所以呢 正極 負極 加上DATA 但是它雖然寫VCC 其實老實講 這個只要3.3伏特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接到那個VCC5伏特那邊 它就可以驅動了 所以它的那個 這個是OK的 好 那我們先把它裝上去 來 我們請大家先把它裝上去 大家記得喔 先斷電眼 所有的 最高指導人的 就是要先斷電眼 對 你先把你的電眼先斷掉 我們再來接 那 因為這個的話呢 它已經有 這個 這種角位了 所以我就直接插下去就好 插在麵包板上就好 好 所以我們 找個位置 把它插上去 好 那老師呢 您就可以拿出三條攻對功能 我們 可以順便把那個風雲器 把它接進去 好 風雲器接進去 我們這個部分在簡報第18頁 簡報第18頁 那在這裡的話 風雲器 因為 你要用 我上面寫的14 也可以 或者用別的角位 也可以 只是 如果你跟我們上次一樣接靈母 那我現在跟師父這邊是接在靈母 好 所以我就 會有點衝突 那你可以自己找看看 記得風雲器原則上要05以上 你風雲器不能放在頭上 比如說那個00 04 02 這些沒有沒有作用 好 風雲器老師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以我這邊是把它接到14 那如果您覺得 我覺得不想用這個 你也可以用我們這裡有一個 叫做什麼 RS RS 這個角位 就是開外板站RS的角位是03 它風雲器可以接 好 所以您可以試看看 看你知道接哪一個 還是要在我簡報上面去接 都沒有關係 接了之後 其實 我通常會 比較方便做就是 我大概先知道 我要插在哪裡之後 其實我會把這個拔起來 我會把這個拔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手要跟我們上次做那個LT點擊證一樣 你手要這樣就卡卡 對不對 所以我拿起來 我就直接先把三條線 插上去 這樣是比較好做 對不對 你插完這台對 總是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你只要先確認一下 我大概要接在哪一邊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子我再把這裡接上來 再把它接上來 那另外我們的 GND 如果你還有這些公民器的話 是會 兩個會打架 GND只有一個啊 所以你的GND要 獨立出來喔 要把它獨立出來喔 那我這邊 確認一下 VCC 就是我最右邊這個 就是這個 我的最右邊 這個是接到3.3就是這個 好就接到3.3 我們開發板上 有一個3.3伏特的 好這是它的電源 電源最右邊那一條 接到3.3 再來 GND 是我的最左邊這一條 我的是白色的 那我就接到 跟風明器一起共用的 這 GND 好我把我的 L1.5 我先拆一下 好那我還有一條 就是接訊號線 這裡我接到0.5 0.5 好風明器我把它接到14這邊喔 然後這個接到0.5 這樣老師可以接受嗎 就是我現在接的腳位的方式 就跟我 簡報第18頁一樣 可以拿來 老師要接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電源插上去 那當然就要顯示出來 對不對 要偵測一下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回到我剛剛的這邊 這個 我們如果不要的 就把它割掉就好 手指要留開發板就可以了 好 手邊一樣的 我們寫成字的習慣就是 先把硬體 先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硬體 應該是算個0開發板的話 還有風明器跟什麼 那個 輪實度嘛 所以我先找到 輸入輸出這裡 好 這裡有風明器 那我這次的風明器 我只用在14 所以腳位一定要對 那您如果剛剛用RX 就是在03 好 第二個 我們有反進真色的 那這裡面呢 溫酥度 它沒有特別比的就是DAC11 好 一樣把它拿出來 我們剛剛的腳位在裡面 對 我現在呢 三個 硬體 通通都進來了 要偵測它 總是要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顯示 要有地方可以顯示 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最簡單的 你可以先把右上角這個燒杯打開 右上角的燒杯 你把它調整到顯示文字 這個綠色的第一種 那老師要記得一下 這個燒杯 所謂的網面互動區 它的積目在哪 在左手邊 的最下 所以當你稍微沒拍 這裡 積目就不會顯示出來 一定要留意一下 那你用的互動方式不一樣 這邊也會改變 有沒有 就是它兩邊是連動的 兩邊是連動的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 跟這裡是連動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只是先把燒杯的顯示文字 先打開 好 現在呢 我們就來偵測看看 環境偵測裡面的溫濕度 好 第二個 開始偵測我們的溫濕度 拿出來 那它預設是一秒鐘 就改變一次 也就是一百一千毫秒 它單位是一千毫秒 就偵測一次 其實老實講 溫度濕度 變化沒那麼快 你是可以調長一點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暫時用預設子 那我現在偵測到了 是要把顯示出來 所以我就利用網頁波動區 這邊來做顯示 那 既然是要用在這裡 所以 顯示它 所以我就需要找到 顯示文字 這裡面有一個顯示的基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顯示的基母 這個 把它丟到塗滿 那因為它可以同時震到溫度跟遲度 因此呢 如果老師你希望 我要同時顯示的話 那麼 我就需要一個像我們現在這裡一樣的 要自串把它串起來 你看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個自串 好 建立自串 那這個自串在哪裡 在我們層次的基本功能裡面 基本功能 跟文字有關係的 在這裡 有一個建立自串 這樣你就可以把多個 內容串在一起 一起顯示出來 好 你看我把它拿出來 好 建立自串 那我現在想要顯示 就是溫度跟遲度 那溫度跟遲度 當然要有 由 這個感測器這邊 有感測器這邊 有感測器這邊 溫遲度感測器 好 取得目前的溫度或遲度 把它拿出來 你看 現在 這樣有沒有 好 先取得一個 然後我再多複製一個 好 再取得我們現在的溫度 OK 這樣就可以 我們先實測看看 嗯 來看一下 好 我把我 接上電源 好 電源我接好 直取一下囉 不夠 來 我的電力不夠了 現在我的就有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 因為溫度跟 濕 通常濕度要改變比較快 好 那所以 像有時候上這個課 我會帶 我會帶吹風機 因為有些同學 會很認真的 用嘴巴 好 努力的吹 濕度有改變 但是溫度不會太大變化 所以我這種 常常都會帶著吹風機 反正 讓它改變一下 這樣 OK 那這樣子 顯示 老師有沒有覺得 這樣數字混在一起 不是很OK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造一下 你可以把 像我在 簡報裡面 這個方式 你可以看到 這裡 我們可以加上 比如說這樣溫度 用個文字加進去 那你可以幫它換行 那你留意一下 我這裡有特別標一下 就是 如果你是在 雲端板 它換行 這個已經把你變成一個積木 那如果你是在體驗板或模擬器 沒有換行這個 所以 這要自己打 因為其實 網頁互動區 就是網頁 所以它支援HKML語版 那VR 就是網頁上的換行 Break 的意思 就是打斷 強迫換行 我們在Word裡面 這裡有個強迫換行 Shift加Anton 就是那一個 所以 你如果要在這邊把它換行 甚至加上說 比如說現在溫度 現在時間 現在日期 然後現在溫度多少 現在的 濕度多少 我們就可以把文字 補進去 這樣 整體的顯示上 就會比較OK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個文字 文字 文字這裡 我們是有字串 空的字串 你可以拿來用 你看 這裡不夠了 我就來增加 好 增加一個 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放在 好 比如說這裡 我們現在的溫度 然後呢 我加上一個換行 你看文字裡面有沒有一個換行 這裡 我放進來 然後我再增加一個 第三個 好 這樣換行 那我再增加一個進來 加上濕度 再測一下 有沒有這樣比較完整一點 對不對 當然你要把單位打進來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28度 然後56是百分比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把字串 串起來 我們再把最後的結構 先置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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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